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啊 一直有个模糊认识 就说都好像说二战之后 日本是不能拥有军队的 他战败了 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好像不能让他拥有军队 怎么日本还有一个什么自卫队呢 听着跟警察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和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是密切相关 我们必须得从回顾历史上入手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 我们知道1945年8月份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那么当时的联合国宪章里面 有着非常准确的规定 就是集体自卫权和这个个别自卫权 集体自卫权呢 是联合国会员国的 一般都拥有这样的权利 就是说你自己受到武力攻击的时候 我们可以反击 那么跟你有密切关系的 有利益相关的国家受到攻击的 影响到你的利益 你也可以反击 也可以出动兵力 就是说每个联合国会员国 拥有发动战争权利 但是日本不行 日本二战的战败国 它的军国主义 曾经给世界范围带来的深处于灾难 所以日本当时在联合国宪章里规定 只拥有个别自卫权 那的概念就是 只有他本国受到武力打击的时候 他才能够反击 那么这一点呢 这是国际范围的共识 那么具体的日本国内呢 他是通过修改宪法来实现 这是当时的1947年的时候呢 盟军的远东委员会 以及盟军的东京总部 我们都说当时 麦卡瑟将军领先 觉得为了能够 让这个军国主义复活 失去一切土壤 就不能让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 就准备用宪法 用法律的方式约束他 所以当时呢 盟军呢 是责成日本国内 你的这个新上台的政府 当时日本的首相叫 碧云喜冲郎 让他领头呢 来修改宪法 但是当时日本内阁 拿出来的一个宪法方案呢 麦卡瑟看得很不满意 就等于是换汤不换药 内容和以前差不多 那么在47年1月份的时候 麦卡瑟说 我们一定要制定一部 新的日本宪法 日本国宪法 来约束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 防止他有任何复苏的苗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已经现任首相的 这个碧云喜冲郎 他向麦卡瑟提出来 说应该啊 这个宪法里头 约束日本 让他们不能以任何的形式 拥有军事建制 就是不能有 跟军事有关的东西 碧云喜冲郎提出这个呢 他有两个理由 他说第一点呢 是呢 防止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啊 复活 就如果不能有任何军事建制 那军国主义复活 等于基本的政治条件 和物质技术就都没有 就防止军国主义 第二个呢 等于向全世界范围选拟 日本放弃发动战争的权 就说我 永远不会再发动战争 让其他国家意识到 日本没有侵略任何一个国家的意图 也不会发动战争 所以这样的话呢 日本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 能够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精力呢 都用到自己去建设上 也不会把这个钱呢 用到货图去背上 这样能使日本国格力快速进行 所以必然写出狼这种提法呢 路情路里 对国际环境还是对日本本国的发展 都有好的 麦卡扯认为这很合适 所以在1947年初呢 日本的宪法冲进修正之后 出来了日本国建设 这个日本国宪法第九条 明确规定 日本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 不得有任何军事建制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 日本没有拥有基础政权 不能有任何军事建制 放弃发动战争权利 它既是联合国宪章的国际精神 同时又是日本国宪法本身 所做的运作之央 那么当时呢 出台了这样一个东西 是完全符合国际环境 和日本本国的发展利益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迟啊 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 不甘心就这样 总觉得日本这样低人一等 虽然战败了 但是贼心不死野心不死 总试图呢 争取所谓的正常国家 想试图从二战之后 战败的那种忏悔形象当中 重新崛起 尤其是当日本经济 在六十年代 蓬勃发展的时候 它的经济科技各个方面 走到世界领先的时候 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右翼势抬头 他们也想修改宪法 拿回这个集体自卫权 这一点可以说 从这个五十年代 安倍晋三的外祖父 安息天当首相 一直到现在的安倍晋三 这个思路是非常极致的 在日本国内一直没有断了这个败 那当然他们这种努力的还体现在建立日本自卫队的基础上 本来原先的盟军是允许日本建立一支自卫队 就是当你本国遭受到武装打击的时候 你可以反击 但是这个自卫队的规模受到严格限制 因为你毕竟美军还在日本驻扎 所以你要真有事 让美国人抬头 可以替你出头 这里还有美日安保协定 咱们以前讲过美日安保协定 就美国和日本它是有军事同盟的 所以它对你自卫队限制的更严 因为美国也有这种要求 是不能让你日本在这个基础上做大 但是事实上经过几十年来的经营 现在日本这个自卫队实际上就是一支军队 你看日本对外城我们不拥有军队 我们叫自卫队 其实这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 等于是糊弄人的说法 为什么那么说呢 我们现在看日本拥有这支自卫队是什么力量 它总共拥有的15万陆上自卫队 其实就等于是陆军 然后海军自卫队是4万3千人 空军自卫队是4万5千人 你看这几数加一块不到25万 这在世界各国家的军队规模里算比较小的了 所以这不算是很强大的 这没有问题 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 它这个军力表面上看无所谓 但其实是藏到水面以下的 首先因为它藏在哪呢 藏在它的质量上 你看日本虽然整体的舰队 它这舰艇数量不多 可是它的舰艇的科技含量非常高 大中型舰艇的数量 在世界各国家里还第三 而且它保持着 我特意一艘就有一艘新的舰艇补充 就它舰艇的整个的质量和战斗力 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所以你看着人不多 但是它的军事力量绝对不可小看 第二个呢 它这种军力是常在民间的 你看咱们经常听说 日本的一些大企业像三菱 像什么川崎 富士 索尼 这些企业 看起来它是个民众的企业 民间的企业 其实不是 每个企业都承担着 日本的军工产业一共 你像三菱中 基本上是每年 它生产坦克 一年有生产三千辆坦克的能力 就它很多的企业是承担军工认为 一旦假如说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这些企业 其实可以充当兵工厂的作用 原源不断的作用 随时能动呆起来 另外再有第三点 它把这个军力 隐藏在平常的动员当中 就是你看着 这个日本的自卫队 就这些人 但是它是不满边的 往往有的一个连或者一个团 只有20%的士兵 它那些人藏在哪呢 有一些比方说已经退役了 或者是其他的 具备军事能力的 日本对军官的培训是很重视的 这些人搁到哪 搁到军校 军校不占用自卫队的编制 那么一旦战争发生之后 这些人随时能 充实到这个部队里来 就说它平常的编制 可能就是一半 那么真到战争开始之后 它原来又不到25万人 能迅速扩充到50万人 随时有这样的人补充 这可不是散兵游泳 这是经过严格培训 有战斗力的士兵和军官 所以你不要小瞧 日本的这个军力 日本本身武器的这种先进性 甚至我刚才说的那些民间企业 都能够制造导弹 所以日本军队 绝对不可小看 那么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 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 产生了一定要拿回 体制自卫权 它这是什么背景 首先一个 日本一直试图摆脱 二战给它带来的阴影 不仅在经济上要领先世界 在科技上领先世界 而且日本借助美国 也多次参与了国际事务 它要争取话语权 不能我在经济上有话语权 我其他方面也得要 其中给日本右翼势力 带来很大打击 这是一件事 就是1991年海外战争 当时日本出了130亿美元的决飞 但是日本由于没有机体自卫权 不能派兵 所以最后科威特在美国 《纽约时报》上 刊登广告 向各个参战的国家执行 没有泻日本 因为你日本没派兵 但是日本掏了130亿美元决飞 这个是被日本的右翼势力 以及英太势力 认为七十大种 这就是我们没有机体自卫权 耻辱啊 这不可容忍的 就是这个在日本国内 有一种势力 在顶着 在支持 日本要拿回机体自卫权 再一个日本呢 是根据亚洲的形势 它提出来 说你看中国 只有这几年年增长 中国对我们是很大威胁啊 如果这样下去 我们要没有机体自卫权 这中国威胁太大了 在韩国 韩国现在军力也在上涨 包括朝鲜 就整个这个 中美亚的局势 不都复杂 所以日本几任的政策 一再地宣传中国威胁 中国是我们有威胁 如果我们没有机体自卫权 那就等于失去自卫权 随时他打我们 我们就没有还手之力了 所以这一点呢 也欺骗了日本国内的一些普通民众 认为中国是对日本 一个很大的威胁 再有一点呢 日本也想呢 借助现在复杂的南海问题 别想借助这事 插手这块时候 从而达到限制中国 制约中国的方式 所以这是日本本身 现在在国际冲突过程当中 他要把握利益的主动权 再有第三点更加重要 美国 美国现在跟日本的态度呢 就为什么美日安保条例 还能够继续维持到今天 我们以前在节目里曾经分析过 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 你一定要在亚洲找一个 最稳定的合作伙伴 那找谁呢 在亚洲在意识形态上 他和中国朝鲜 俄罗斯都存在着很大的冲突 而韩国呢 现在呢 跟日本本身有冲突 跟中国这些年走得挺近 你能像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 国力又太弱 不足以成为美国一个支点 那么选来选去 就日本就很高 因为日本跟俄罗斯 有领土争端 和中国有钓鱼岛的争端 和韩国有独岛的争端 就他在亚洲这个范围之内 他很不得人心 正好在这个时候 美国可以继续拉他做盟友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其实暗地也是支持 与日本减进这个机体政权 因为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再比方说 他把美国势力行为关键 那当美国在这利益收索 其实就等于代替了美国 在这块进行的一些活动 这样就可以减轻 美国在这拒费开支 你说美国何边赔 当然有人分析说 从长远看 日本拿回这个权力 比美国也没好处 但那毕竟是以后的事 眼下来看 美国恐怕觉得日本这么干 对他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有这几方面支撑 安倍晋三才敢抱天下之大幕围 抛出了这个那个一案 甚至就要动手 开始修改日本的宪法 就他背后是有一种力量支持的 当然包括日本国民在内 大多数人是反对安倍晋三这么干 因为包括日本人来讲 也不希望日本在重蹈战争的覆辙 你看日本国民一小说狂者分子 在这哭哨 但是大多数日本国民 认为你安倍这么登 这岂不是又要开始一次军备竞赛了 日本现在本来他的经济势力 就在下降 他整个的经济增长是很低迷的 你不好好把精力集中到经济上 你又去搞军事学 这是日本国民不满意 认为你是安倍 抛出所谓的安倍经济群 现在要转到安倍军事学上 这是不符合日本国民利益 所以眼下来看 安倍这一招是不得了解 但是他背后 有着很强大的力量在支撑 而且他这么做的努力 明显的 针对中国的意味是非常强的 你看他改造的这个 集体自卫权的解释 这个解释其实呢 它是很牵强的 你包括 日本本国受到攻击 这正常了 这以前就是个别自卫权 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 那什么叫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 所以影响到了日本国民的利益 比方说自由生命追求幸福的权利 影响到日本的安危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